创世纪第四章 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就说,借着耶和华的帮助 我得了一个男儿 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天,该隐把地里的出产拿来 当作礼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投生的 和羊的纸油拿来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 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 该隐就非常愤怒,垂头丧气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愤怒呢? 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扶在门口了 他要缠住你 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 我们到田间去吧 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 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问该隐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回答 我不知道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弟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弟弟的血 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 地也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该隐对耶和华说 我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担当 看哪 今日你赶着我离开这地 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 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遇见我的都要杀我 耶和华对该隐说 绝不会这样 杀该隐的 必遭暴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 立了一个记号 免得遇见他的人 急杀他 于是 该隐从耶和华面前出去 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地 该隐和妻子同房 他就怀孕 生了以诺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着他儿子的名 给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 以拿生米户亚利 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 马土撒利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亚大 另一个名叫喜拉 亚大生亚巴 亚巴就是居住帐篷 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 亚巴的兄弟 名叫尤巴 尤巴是所有弹琴 吹销的人的鼻祖 喜拉也生了土巴该隐 就是打造各种 铜铁器具的匠人 土巴该隐的妹妹 是拿马 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 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聆听我的话 壮年人伤我 我必杀他 青年人损我 我必害他 人若杀该隐 要遭报七倍 人若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个七倍 亚当又和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塞特 因为他说 神给我立了另一个后裔 代替亚伯 因为该隐杀了他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以诺氏 那时 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人